普系是一个图表 用来显示一个家族里面 某种特征的遗传情况 维制普系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用正方形代表男性 用圆形代表女性 然后用罗马数字表示代 用阿拉伯数字 或者姓名表示个体 这个是一个普系的例子 它显示某个家族里面 眼睛颜色的遗传情况 通过普系 我们可以追溯某个特征的遗传模式 从而推断某个性状的等位基因 是属于显性还是隐性 我们也可以通过普系 预计某个性状在下一代出现的机会 以这个普系作为例子 它显示绿子竹在某个家族里面的遗传情况 黑色正方形和圆形代表有六指竹的家庭成员 白色正方形和圆形代表足部正常的家庭成员 根据这个普系 我们可不可以推断六指竹的等位基因 是属于显示绿子竹是属于显性还是隐性呢 答案是可以的 由于个体四足部正常 所以它一定有最少一个正常足部的等位基因 这个等位基因是来自它的爸爸或者妈妈 即是个体一或者个体二 由于个体一和个体二都有六指竹 所以它们每人最少有一个六指竹的等位基因 换言之 个体一和个体二当中最少一个是集合的 由于在集合的状态之下 只有显性性状能够表达出来 所以六指竹的等位基因属于显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